这么的快 但是买衣服OK没有问题 过去这几年快时尚当道 可是碰到了这个疫情的大魔王 体质不良的快时尚 其实也接连了倒了 不过还是有一些品牌是屹立不摇的 我们来看看几个台湾的本土品牌 像是Net 就是以每个月300多万的高租金 去签下了台北东区的永福楼原址 而且是12年的租约 那当然很多人都很好奇说 Net为什么可以年收破50亿呢 那么就老顾客都说 因为他们的用料很扎实 CP值也很高 而且一家大小是一站买旗 在这边非常的棒 而且还是知名的爱心企业呢 各地都常常举办 风管免费挑衣的新活动 所以企业的形象 可以说是非常的良好 而这个另外一个 台湾的青蛇女装品牌伊洛 过去呢也都是打着 全年不打折这种成规 希望呢让大家颠覆一下 所谓的快时尚风气 而且推出的是天天都有新品 果然是成功的成为白领女性的最爱 而同样也是本土快时尚品牌 很亮眼的 还有MOMA 每一季的营收也通通都是正成长 那他们用的方式就是说 希望最贴近消费者的定价 展开这种成本革命 而且同样也是哦 在进OLED之前是绝对不打折的 也要凸显他们的商品价值 那说到了电商龙头哦 过去的东京卓伊你肯定知道的 宏极一时嘛 那么创办人周品君哦 在2004年所创立的 那个时候一度年营收哦 有到20亿 不过呢到最后因为婚姻的关系哦 所以这个东京卓伊 他等于算是晋升出户 他就没有在经营了 可是周品君本人在2016年 又再度的白手起家 创立了新的电商服饰品牌 之后呢甚至还把五大品牌合并 现在变成了唯品风尚集团 那么在2020年 他也正式的做宣布哦 原本呢有陷入困境的 其中四个品牌 都已经重返获利 转亏为盈了 那么说到目前9月为止 每一个月的营收 都是去年的同期翻倍之多 那么他也很懂得对员工好 据老姐哦 今年的员工呢 每个人都有调薪 5到10%左右 而且他真的是佛系老板 果然自己也是当妈妈的人 他说非常的欢迎 如果有妈妈员工 四点要去接小孩的话 没有问题 也被打赞 真的是好老板 有没有觉得 这领口超美 然后你 你没有那个拉下来的时候 这样子一个V0也是很好看 直播间与粉丝互动 介绍服装细节 他是拥有电商女王之称的 周品君 也是这家服饰电商的执行长 另一个身份大家已经不陌生 就是东街左衣曾经的创办人 参加过去与现在 周品君眼神里透露着 全是满满的成就感 我知道现在都还有人跟我说 我是从小买你衣服长大的 接手就是已经曾经成功过的品牌的感觉又不太一样 会觉得说 我要怎么样唤醒他可能有的核心价值跟感动 如果像这样子奶油黄的西外 然后你看有做包口 从挑选布料材食到花色 周品君一一亲自参与 让维品风尚集团不为疫情 今年上半年获利再度逆势超越2021年全年 找出亮丽成绩单 他也不思常分享其中成功小秘诀 在疫情打击的时候 我们的主力服饰也从比较多户外的打扮的洋装 或者是职场上班的西外 在居家上班的时候我们也转成 是不是因应视讯装 或者是居家发服的时候怎么穿 物理满满的周品君也大方替员工加薪百分之五以上 更让人为之一亮的就是这大片陆天超环绕 仿佛自身穿着Prada恶魔定义场景的办公室 贝勒除了有专属咖啡师 还能来场免费的SPA按摩 周品君靠着敏锐的观察力 售出消费者需求 持续在首席的电商蓝海中延续旌旗 三零兄弟之前的不辞 台北报道